我很荣幸受习近平主席委派 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美利坚合众国第十二任特命权权大使 我是中国人民的代表 为了捍卫中国利益而来 这是我的神圣职责 我是中国人民的使者 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 这是我的重要使命 三十年前我开始参与中美关系 三十年后的今天 我依然相信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使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繁荣 做出的重大贡献 毋庸慧言 当前中美存在深刻分歧 两国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面临严峻挑战 回顾过去半个多世纪 中美关系就是一步历经风雨 但不断刻难前行的历史 今天的中美关系 已经大到不能倒 双方谁也不可能改变谁 谁也不可能取代谁 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而且会让全世界遭殃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将决定两国的明天 和世界的未来 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中美关系再次站在 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我深感使命光荣 但责任重大 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 中美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 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 摒弃忍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敞开胸襟 相向而行 以实际行动 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 达成的重要共识 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让两国人民放心 让国际社会安心 道足且长 行者将至 我和我的同事们 将牢记习近平主席的嘱托 迎难而上 埋头苦干 担当作为 不如使命 我期待着与美国各界 广泛接触 坦诚沟通 期待着大家的支持 参与和贡献 谢谢大家